由車森梅、蔡楓華、李學斌、楊麗仙、簡麗安等聯合播出 城市故事之風呂伯合地八回 現在開始 城市故事之風呂伯合地八回 三公里八回 年輕人 西米 你來辦公室找我 又有甚麼事 你還不記得 明天是甚麼日子 怎會不記得 我明天要去柳葉 我去別找你 民主和監事去接你 他們已經訂了開 準備了幫他戰闖 不見了 現在都不在甚麼戰闖 懷疑他們已經去了爬房等你 他們訂了哪間?要不要開車去? 不用,我們走過去就可以了 近一點也好,這個時候很濕 他們就在文化跑坊上訂了桌子 又是那裡? 我本來是站不上去的 有一次都會知道他們是去文化的 不關你的事,不過想不到他們會去那裡 不奇怪,他們知道 這次我和你很多次都去我的時間 所以這次特地帶回我那裡 不過去完這一次之後 我和你都要離開香港一段時間,是嗎? 你什麼時候會去紐約? 一個星期之後 我會在紐約三天,然後就去哈佛 我想,我會在哈佛逗留十日 或者更久都會給你 對了,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出聲? 我…我聽著你說話嗎? 你不是還怪我嗎? 不是…我尊重你的選擇 我從來都知道你乖自己 為什麼? 我們走吧 要不然他們會等到很不耐煩 偉心啊,剛才是詩蓮自動看出去接你的 是我們逼她的 是啊,我都可以做證 其實也不用接了 公司來這裡那麼近,我又不是小哥 這些是詩蓮的十二嘛 詩蓮,我敬你一杯 我們都一起敬偉心一杯 祝她在美國,一路順風 嗯,差點忘記了 詩蓮遲些都會去美國和偉心一齊 那我們就祝詩蓮和偉心在美國 萬事如意 好啊 謝謝你們 謝謝 偉心啊 你遲些會和詩蓮舊地藏 有什麼感想啊? 沒有什麼感想 我心裡要辭水 詩蓮 這次你去美國 究竟要辦什麼事啊? 我會幫教會 首先辦一些基金的事 然後就會去夏佛辦一些詩事 什麼詩事啊? 是不是跟偉心有關的? 我是去拿文憑 不過我當然會順便看看偉心 詩蓮 你應該以師兄的身份 帶偉心到處逛逛 我怕到時沒有空 怎麼會沒有空呢? 你都要吃飯睡覺的 週末都會有假期的,是嗎? 我這個超齡學生 更加要趁假期加配用功 以你的程度 加上私連這個那麼好的師兄 你的功課 沒理由會有問題的 偉心啊 你要受訓多久? 我想最快要三個月 嘩,這麼久? 我們在這裡 我們會覺得好 怎麼會呢? 我平時都不常說話 如果是文豬去到別處 那你們真的會覺得悶 文豬你別生氣 我不過聽習慣你的聲音 如果聽不到 就覺得不舒服 哦,那就很容易 我會把錄音帶給你聽就可以了 就即是在美國 都會聽到本小姐 這麼好聽的聲音了 喂,偉心 你只顧著文豬 哦,不是你 我也會顧著你和加瑞 你們一定要寫信給我 我們會的 喂,偉心啊 你明天要不需要我送你啊? 黃店我是帶閒人來 又不用上班 送你機是最對的了 不用了 公司幫我安排了車送我機場 你知我又不去很久 沒必要你們撲來撲去吧 偉心啊 我真的不捨得你啊 你想想 我們很難才有機會 好像今天那樣 大家坐在一起 等偉心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機會了 那時候啊 偉心是總經理了 還沒有空見我們啊 怎麼會呢 就算我的職位怎樣改變也好 我個人始終都不會改變 Silly 你聽到沒有啊 一個人好地地是不會改變的 哈哈 尤其是是你怎麼問 我仍然覺得 你好像小時候那樣 有辦法 啊 哈 你這麼厲害嗎 哈 人家怎麼醒你 你還說我 偉心 撿好行李沒有 差不多了 只是一些濕小的東西還沒撿 那不如我們早點撿 等你可以回家去撿好那些東西 啊 對了 偉心 我親你也很累 我姐姐送你 咦 哈 思念幾時變得這麼會做的 當然是全靠剛才我點醒你了 哈哈 老婆大人 你幾時都這麼威風了 啊 想不說啊 啊 啊 家瑟 怎麼你會來的 我們送你機啊 你不說會來的 我見飯店在公司沒什麼事做 你不看我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我裝了手續了,不過無論如何,我也很感謝你 民主約了人,所以沒空,我們在公司要開會,所以走不開 其實都不用送了,我都習慣坐飛機飛來飛去 坐下再說,好 我問過市民,他說要主持一個查經班,所以沒有時間 我從來都沒有希望他會來送我 我們現在,趕著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 你是他這麼想的最好,其實市民一定很痛苦 我沒有辦法去了解那個神父 沒錯,他已經是個神父,但是我相信他內心一定很矛盾 他既然這麼矛盾,我更加不會加重他精神上壓力 我真的不知道他 我不會再希望市民回來我身邊 其實我現在都不錯,有自己的事業,又不需要依賴任何人 我總是覺得,你跟市民搞成這樣,不是天意 是不是也無所謂 事到如今,我已經沒什麼好說了 我都要入閘了,謝謝你,再見 好,我看著你入閘 不用了,你先走了 那好吧,衛生,自己保重 如果有什麼需要,打電話回來 謝謝你加成 那我先走了 衛生 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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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 先年 想不到你會來 我曾經希望過 但是,真的想不到,我的願望會實現 先年 衛生 冷靜一點 你快點上去 對不起 我剛才太驚動 我明白的 加成來了 我見到他 你們見到誰 他知道你來了 沒有 我見到他衝衝莫貌地離開 他之後覺得過不了 所以,我沒有跟他打招呼 加成那個人最可憐 你不覺得他的神經有點特別 你只能住在那裡放你 都沒有理會 他們沒有空 加成問我,我們不理會 他見到我說 我都不太想你 所以他自己走你 他可能見到沒有人說有空來 那所以問你 加成一向都很細心 一個星期之後 你真的會去柳陽 是 我會住在六年前 我住過的 巴薩酒店 我去那裡 我朋友已經幫我訂房 我已經是訂了那裡 那我們 豈不是很容易見面 要不要擔心 一個星期之後 我擔心自己已經去了哈佛 我只是在柳陽獨樓三天 然後我就會去哈佛 我不可以送你 或者我來接你 不用了 你到那時候 可能五年到達了哈佛 但是 你入閘吧 時間差不多 你好保重 不要想我太多 我 我 我會盡力 對不起 你以為 二十二歲的時候 就寫一下 是 你盡快來 我等你 你 你放心 我一定會來 我等你 你一定要來 我等你 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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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想不到 你會開車來接我 我都是在柳洋,逗留了兩三天,然後我就會去哈佛 看看到時我們可不可以一起去哈佛 你這幾天會不會很忙? 都不會的,我只要見幾個教會的人員 然後就可以起床去哈佛 對了,你呢?你忙不忙? 我有空過你很多,我要見的人已經見過了,手就擺好了 我現在是等到哈佛報道 那麼廣泛,我們可以坐在遊客,到處遊覽一下 你是不是想帶我去新澤西州,看看你那間給個金髮情報自己? 你還記得六年前,可以說個笑話? 當然記得 我記得六年前發生過每一件事 衛心 我沒事的,我受得起任何打擊 衛心,我真的對不起你 不要怪自己,沒事,要怪的,你怪我吧 衛心,我應該怎麼說? 不如說說,今晚我去哪間餐廳替你洗塵 好啊 不過我還沒記住這間餐廳,要你帶路 我知道有一兩間中國餐廳,煮這些菜都不錯,我要帶你去 這裡有中國菜水準,肯定不會太好 三個月沒有發覺,你回到香港的時候,就可以吃一些好的東西 你到時候會陪我? 以我現在的身份,不是很方便在餐廳裡出出一入 但不過,我會盡量陪你 你不知為何我有少數 對了,衛心 你來了美國之後,整個人都好像匯判了 匯判? 以十八歲的匯判,我真正還沒有白頭髮 為什麼這麼快就有白頭髮? 如果這幾年,我不是每件事都看得不開 我想那些鹽髮水,我都要一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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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仗像六年前一樣,一樣這樣 一點都不像拋你封心 人是會演戲的,我發現自己是演技不錯 在人面前,我可以談小封心 但是,沒有人看得出,我內心究竟是這麼痛苦 衛心 衛心 就算我現在後悔,當年我所做過的事 都已經太遲了 什麼事 衛心 你告訴我,我應該怎麼做 你告訴我 好 正如你所說 好 口悔已經太遲 我… 唉… 我不敢心 我想成功,就是柳藥了 好,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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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唉… 詩蓮 剛才我差點不認得你 想不到你,你會再次穿西裝 我想,我不用整天都穿著這件神父舖 表現我自己健身,是嗎 我喜歡看你穿西裝 你是我認識的人之中 穿西裝穿得最好看 那任潔智和你拍攝又怎樣 他們一個是我以前的助教 而另一個,就是我工作上的朋友 我對他們的印象,一點都不深刻 是啊,衛生 你應該考慮一下他們 考慮什麼? 你難道…一輩子想獨身嗎? 在二十二歲那年之後 我已經決定,終身不減 你這樣做,真是太熟悉 又是你說過 你說每個人在一生之中 起碼都要傻一次 那我怎可以例外呢? 那是為什麼 這兩天日後我都會很忙 沒有,沒有時間帶你去遊覽 你不要怪我 不會 你們有正經事要做 不過,我想晚上會有空一點 我們可以一起吃飯,是嗎 好啊 我希望,可以盡量 在兩天內完成教會的一事 這樣我們就可以找到時間 帶你去遊覽 你打算帶我去哪裡玩? 嗯… 你在哪裡想去的? 哦… 最好就是去一些特別的地方 因為這兩天你沒有時間陪我 我自己都可以去市中心行 那我帶你去哪裡玩? 我記得六年前你跟我說過 說你在新宅西宅有間屋 住了去金法的情婦 我們不如去那裡走走 我家屋根本上就沒有什麼金法的情婦 我以前的故事是說笑的 想不到… 啊…你還記得我所說的 我家屋根本上就好嗎? 好,再見 還有一天 我才會在哪裡玩的 我家屋根本上就像這樣 那樣 我以前是在外面的地方 我沒想到 你會想要去吃飯嗎? 那個金頭髮情報 我的情報根本上就不存在 當然是說那間屋 那間屋的外表看起來 很有氣派 那個花園這麼大 我想起碼要走五分鐘 才能走到那間屋 我知道那間屋已經將它 送給我媽媽 我身邊有沒有鑰匙 要不然我們可以進去 我不會去那邊看 不要緊 我們在外面看就一樣 你以前在那間屋 是呀 不過有時候我會請同學 快點住 反正這間屋有這麼大 有成五間水坊 那邊就有個游泳池 這間屋如果在香港 真的不知道有多少錢 在香港知道你有錢 就可以享受到世界最好的東西 只是住的環境 才差點而已 我之前也住得舒服點 那美國就最適合你 這間屋通常都很大 很多人就算不太多錢 都喜歡花一筆錢 買一間屎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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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去吃飯 好 我們走下去 不行 就是開車也要開半個小時才可以 在這裡就算是短距離 半個小時而已 但在香港 如果坐電氣發火車 半個小時已經可以由尖沙去到羅湖 香港的地方實在太小 所以那些人一有少少成就 就以為自己很了不起 但其實在外國 地大物博 只要你站在紐約的世界 去中心那裡 你總統就會覺得自己很渺小 所以我來到這裡更加要努力 要不然就追不上人家了 那你又不用擔心 你這麼聰明欠地 一定會輸出給你的鬼佬 不過有些鬼佬真的很出色 就像夏教授那樣 你不是很生氣她的嗎 當年的五輩 我回想起來 都覺得當年 自己真的很熟 你現在肯承認 那是怎樣 我當時也知道 不過 一個人 轉了去牛角尖 就很難走出去 你去比利是的時候 其實我都要去機場 不過我沒被你見到 我當時 真的看不到人 不過 我感覺到 你來了 我當時躲在一邊 我很生氣自己 我生氣自己 以為很聰明 像原來是個大所關 你不是自以為聰明 你是自以為是人 我們不會再想當年事 好嗎 不如出發去 每天都好 你拿著自己營造 是呀 有車在我旁 我去走路 拿車 好 好 想不到 在紐約這三天 這麼快 差不多過完 明天我們就要 起程去哈佛 你很不捨得紐約 是 我這幾天玩得很開心 已經很多年 我好像這幾天這麼開心 見到你這麼開心 連我自己都開心買了一份 首先回到香港 我都會記得在紐約 我們一起到過的時光 你怎知道你一哈佛 不會更加開心 到了哈佛 可能只剩下我一個人孤零零 你怎會孤零零 我說過 我會陪你 誰知道你到時會不會有事 不得人理我 我答應你 無論我幾忙都好 我都會抽時間陪你 好嗎 嘩 那些花嫂說我聽不懂了 到時不准你奶媽 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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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